那上次我们讲了这个tinyurl如何使用这个keygenerationservice 我觉得这个transaction那块感觉讲到有点太复杂了 可能用不着那么复杂 就是说我这个图稍微画得好看一点了 就是说你有两个table对吧 一个是unused的 一个是used的 那么你第一步这里我没讲了 对吧 就是说第一步是这样拿过来 对吧 然后把unused给删掉放到内存里面了 对吧 然后这里可以这样 就是说你直接就insert到used 可能打着有点问题 改一下这个字 这是used对吧 这个是unused 这样好吧 就是你有两个table 一个是unused的 一个是used的 你第一步呢是这里对吧 你第一步是等于说呃画一下呃第一步呢就是从unused里面删掉 然后第二步呢你就插到这个usedtable里面 第三步你就返回给那个客户对吧 你返回给客户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会有那种中间crash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这么看啊 我画一下 这第一步对吧 这第一步 不让我写 可能不能写 这里画不上去啊 嗯 呃那这个是第一步对吧 这个是第二步 这个是第三步 那么假如说第一步挂了 呃就第一步完成以后挂了 无所谓就是你浪费了一个unused的对吧 那么如果第一步完成了以后 你插到这个used里以后 你第三步这是第三步你挂了的话 那么说明什么呀 说明呃等于说你会呃产生一个你认为是used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被used的 那这种浪费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 就是说你系统简化一点的话 你就认为这个也可以接受的 反正你给他 比如说一个月 几个月的呃 expiration time 他过了几个月以后就自己expire了 对吧 这样那用户没有拿到这个 对吧 就是就是就是浪费了一个嘛 对吧 这样的话你的系统就 呃简化一点 不要搞那么状态啊 这样搞的 对状态这种搞呢 就是说便于回收嘛 就是呃 因为如果 这种发生了嘛 等于说你浪费了一个 但是呃 其实没必要做那么复杂 我讲的稍微有点复杂 我觉得呃 没必要啊 那么你看这是第二步 对吧 这是我们如果这么看的话 这是第二步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三步 对吧 第一步就是说 把它从这里拿出来 删掉一行 对不对 然后呢 呃 第二步呢 给它插进去 增加一行 然后呢 就把这个 这个key呢 返回去 如果第三步挂了的话 第三步挂了的话 等于说你产生一个 你认为是在被使用 但实际上并没有被使用的一个浪费啊 浪费就浪费了 没关系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这里讲database啊 呃 database 呃 因为我们这里当时呃 莫认为比如说买seql 这两个table放哪儿呢 对吧 主要是这两个table我们放哪儿啊 那么他说 嗯 理论上其实 我个人觉得一个myseql也就够了啊 其实呃 myseql当然 如果你说要进一步scalable 对吧 那么肯定是要把它partition 对吧 partition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可能一个myseql database不够 对吧 我可能 多个机器 对吧 哎 系统设计嘛 就是多个机器嘛 对吧 那么它是有两种 a和b两种partition 对吧 分片 对吧 就是说我们可以呢呃 根据这个url的开头的字母 对吧 比如说开头是a的 放在机器 机器 机器一里面 开头是b的放在机器二里面 就就就反正或者abc三个字母开头 你放到一个机器 是呃 efg你放到另外一期 就是按照字母partition 对吧 这是一种方法啊 他说这mainproblem 我们就是说怎么存储的啊 就是我们存的database database你也可以用多个机器啊 不一定要一个机器的 对吧 我们上节课可能就默认为它是一个机器 但如果说你说多个机器也可以 其实很多database 你自动自动利用它的机制就可以做这个事了啊 啊 比如说你可以那个cassandra 你就可以给它配那个key 啊 那个就一字型哈希腊啊 啊 他这里说main problem with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can lead to unbalanced server 对吧 就是说 如果e比较多 对不对 啊 啊 那么别的字母比较少 那可能有的机器就量特别大 那他说的hash based 对吧 这里刚刚我们说的一字型哈希 就算那个哈希值吧 啊 你就拿这个key呢 算一个hash hash呢 然后根据你的哈希值那个数字啊 啊 哈希值反正是个数字字母 反正你算一个数字 然后呢 就用consistent hashing 啊 这种很多database 像cassandra 它自带这种的 就你就其实不用管它底层 当然 它系统设计可能会考你啊 这个一字型哈希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啊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讲sharding那个地方啊 他说那这个进一步呢 他接下来讲的几个点呢 都是讲的更加深了 什么 cash啊 load balancing啊 purging 就是clean up 对吧 呃 我们也过一下 还有telemetry啊 呃 因为他讲的比较比 相对比较深了 就是 呃 其实面试 我觉得达到前面这几步 已经是分数拿的差不多了啊 那么这里也也讲一讲 因为让大家对整个系统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对吧 那进一步你可以讲这个cash 对吧 就进一步这种都是bonus run的啊 接下来讲东西都是bonus run啊 他说呢 你可以cash urls that are frequently accessed we can use some of the share of solution 对吧 比如memcash 就你用一些缓存服务 对吧 缓存缓存服务 存这个url 那他说呃 用多少呢 他可以说20%的那个呃 缓存 就是说呃 缓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 其实我们以前讲过缓存对吧 缓存是哪哪一步被用呀 哪一步我们需要用缓存呀 我们看一下啊 缓存呢 就是为了优化什么呀 呃 为了优化 呃 这个有点远啊 好吧 怎么那么上面 呃 这里有四步对不对 我们加缓存是为了优化这一步 对吧 其实是database经常用的一个机制啊 就是说如果你有大样repeated read 对吧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前那个 讲解那个cash 那个啊 当用一个short url 转成一个long url 你不一定要去database拿 对不对 就是get的请求 get操作啊 这种很多database呃 是需要的啊 就是说你不要每次都到database里面去拿 对不对 你用缓存服务 你放在缓存里面啊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讲的缓存缓存那块啊 就是说这样的话 减少database的压力 对吧 那which cache infection policy 那么最好就是呃 它这里是lru 对吧 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啊 这个就不细讲了 我们缓存这块已经讲过了啊 这个就是用到那个缓存的概念了 呃 它这个图 我看一下 呃 我们的系统设计这里啊 呃 当时是这个回贴贴的链接对吧 嗯 可能把这个图拉过来一点啊 因为它这个动画我们可以过一遍啊 呃 就是它是这个动画吧 呃 不是 是后面 这里缓存啊 缓存啊 大概是在这个动画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嗯 那么 我们从头开始吧 首先是一个client的发一个请求accessshortend的url 对吧 然后呢 找找那个long的 先是给了个short的 然后找那个long 那这里是hit缓存了啊 先去缓存里面拿 如果缓存里面有的话 那就直接返回了 url find 他问一下这个url有没有expired 或者是他还要查有没有permission啊 哈哈 permission这个我们还没讲啊 那如果yes的话 呃 如果expired或者没有permission的话就给他401 401是not found的啊 就是相当于 就是url已经expired了啊 就有可能是expired的啊 就有可能缓存里面有 但是 因为它有expirationtime啊 可能是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就给你个302你去redirect啊 没有expired的话 那如果url not found的话 他会去database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缓存啊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我们先缓存的那个 url 如果还 如果url没有找到的话 那 那就 你就直接 如果url没有找到的话 那你返回error 对吧 没有 也是401 其实也是401啊 如果是找到的话 那你就更新缓存 对不对 更新缓存 然后呢 也把这个返回给用户 差不多这么个过程 大家大概理解了为什么要有缓存 对吧 缓存就是在 在database上面挡一层啊 这里load balancer呢 就是也是bonus run的了 就是说 你可以加中间加load balancer 你可以run the robin啊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讲的那个load balancing吧 这个 反正是个bonus run的啊 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load balancer 因为你有多台机器嘛 对吧 好 这里最后一块啊 就是说关于那个purging 对吧 也不是最后 后面还有telemetry 什么的啊 purging就是cleanup 就是那些stale的 对吧 因为我们注意到 我们有的那个entrace 它实际上是 会expire 对吧 那么如果 if a user-specified expiration time is reached what should happen 对不对 if we choose to actively search for expired link to remove them it would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our database we can slowly remove expired links and do a lazy cleanup too 对不对 它就是说两种机制 对吧 一个就是说 你去读这个url的时候 发现它expire 就是说 它为什么说lacing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 它一expire 我们赶紧把它剔掉 对不对 那那样database承受不了啊 就是你不能不停地去查 哪些expire 对不对 你可以慢点查 对吧 就是说比如说它今天expire 比如说它三天前expire的 但你留在database里面 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只不过我们去调它的时候 就刚刚在看那个动画嘛 就是我们可能会 读出来的那个url 那个longurl 我们可能会发现 它已经expire了 因为它还有个timestamp 是记它的那个expiration time 对吧 那为什么 为什么刚才这个动画会说 我们看回到这个动画 为什么这个动画 就是说你url找到了 它可能会expire 就是说 我们是lacy的 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url expire了 我们会立即把它 从database里面删掉 或者立即从缓程里面删掉 因为我们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 那个actively去查这个东西 这个对database的要求太高了 对吧 那么我们会同时在这个长的url里面存一个它的timestamp timestamp就是它什么时候expire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url以后 我们得看一下它是不是expire 那么好 那么our service will make sure send only expired link will deleted 就是你可能放一个background demon什么的 慢慢的去查 慢慢的查这个database 哪个expire了 对吧 但这个不一定要非常非常及时 对吧 允许有一定的latency 延迟没关系 so some expired links can leave longer but will never be returned to user 它是这么个机制 对吧 你可以live 但是你不会让用户得到它 whenever user tries to access the expired link we can delete the link and return error to the user 就是说如果你正好 就刚刚这个动画了 如果你正好去掉这个url url是expire的 那我们返回它401 然后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把它删掉 你不主动删也没关系 反正有个demon 它后面会有个demon 就background background thread 它会慢慢的去把这些清掉 你可以主动去删 也可以live it 它这里说了 are separate cleaned up service 对吧 can run periodically 就另外一个服务呢 它是周期性的 对吧 remove expired link from armor storage and cache send service should be very lightweight and can be scheduled to run only when user traffic is expected to be low 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每天晚上 晚上traffic比较少的时候 对吧 流量比较少的时候 你这个surface呢 每天晚上 比如说nightly nightly 对吧 就是扫一下 你可以扫一段 你可以扫一个range 对吧 你今天扫 今天比如扫从1000到10000 对不对 第二天的扫101到20000 就这样的 你不一定要一天全部扫完 对不对 就是就是就是问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在趁那个人少的时候干这个事儿 we can have a default expiration time for each link 对吧 比如说你可以两年的那个默认的 对吧 你不可能一直跟你留着的 对吧 after removing an expired link we can put a key back in the keydb to be reused 这就是刚刚我上次我说的 对吧 我们删掉这个expired link 我们不是说两个table吗 对吧 我们当然说 我们删掉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 从它从这里删掉 然后放到这里面 就又可以用了 对吧 就又作为affailable的了 这样也不用去产生了 因为肯定不会有conflict 对吧 你放回去肯定不会 不用去算它了 对吧 Should we remove links that haven't been visited in some length of time 这个也是比较tricky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一个用户产生了个link 然后它再也没被用过 那有的人说 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被用过 这个就可能跟后面 这个Telemetry有点关系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 就是Telemetry 就是类似于matrix 就是说一个UIL 它被用过几次 对不对 用过几次 一些statistics 关于你使用情况 比如说百分之多少是中国在用 中国来自中国的请求 百分之多少来自美国的请求 这种啊 就是上次我们也讲过 对吧 然后we can have statistics statistics about the country of the visitor 对吧 Data time of the access 对吧 webpages that refers the click browser platform from where the page was accessed and more 对吧 就是一些统计数据 这个bonus round 这个也可以放在database里面 你每次来访问一下 把那个view给它增加1吧 对吧 if it takes 这种要求其实并不一定要非常准确啊 其实就无所谓 你说我看这个UIL 被访问了1000次和1001次 差个1对你来说也不是太大的事啊 所以那种risk condition 这种东西不需要考虑太多啊 就是假如说 你这个UIL 同时被两个人访问 你漏掉一个 这个也不是大事啊 其实这个不是要求 对精确度要求不是那么高啊 所以更加适合那种no-sickle的那种操作 好 最后一个是说security and permission Can user use create private UILs Or allow a particular set of user to access a UIL We can 就是说 这里就是说 也是bonus的功能了 就是说能不能就是做一个private UIL 只有你可以access 对吧 那这个我肯定需要你登录状态下了啊 就是说 他这里的设计呢 就基于 呃 你是在登录状态下才能 必须有user id 对不对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 不需要拓展那么深了 我觉得你面试的时候讲不了那么多 对吧 我觉得讲到前面这些已经够了啊 所以我也不讲这块了 我觉得没有意思啊 我不建议这个服务要什么登录啊 什么的 你如果去用一些什么网站 他不一定 基本上不需要你登录 登录挺麻烦的啊 当然这种是额外的feature了 如果要做的话 好吧 行 呃 今天为止所有的那个关于tinyURL这块 我们就基本讲完了啊 呃 我们的slides 呃 对 当时我们slides呢 也讲了一些db的设计啊 这里 呃 我再考虑一下 看要不要讲啊 就是说 呃 这里是我们给的一些sample的那个 比如说用noSQL去存的话 对吧 你主呃 可以用shortURL组件 对吧 longURL是那个 是那个column 对吧 还有created 这是它的时间戳 对不对 那么你这里呢 用load balancer 比如说把它分布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说 前面说的 你可以按照ABC 这样就是那个partition 对吧 partition 呃 或者是consistent hashing 做partition 对吧 那么如果你用sicle去写的呢 你可以sicle它是自动产生ID的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longURL 啊 放这儿 就是这个ID呢 你可以把它换算成那个那个letter 对吧 我们也说过怎么换算 啊 这也是种做法啊 嗯 这里也讲到staleURL 就刚才它的pruning啊 那么别的我们也讲过了 是不是 怎么缓存 对不对 缓存我们刚才我们也讲过了 啊 reuse popularURL 就是这里呢 就是说对 比如说非常popular的URL呢 我们要不要用同样的shortURL 这个还是看面试官需求啊 这里说的customURL对吧 嗯 呃 这里呢 就是说 你要不要单独的把customURL给link出来 还是说 其实 你未必啊 就是说你 当然你可以加个marker 这里这个是实际上是custom 就像加一个column 对吧 boolean的column 对吧 对 这里的话你可以 其实就是说 你要不要把它区别开来啊 然后呢 就是说怎么删那个stale data 对吧 我们刚也说了 对吧 呃 这里呢 就是说 你这里呢 在database里面呢 实际上它那个inserting啊 实际上是append append only的 但是那个删的话 其实相对比较慢 如果是noSQL的话 啊 这里稍微讲一下SQL的话 SQL的那个index啊 啊 你如果就是比如说 你要对某一个column做 就这里的话 是对relational database的一个操作 对吧 呃 你当然可以加composate的index啊 就是 就是增加那个读的速度了 如果你对某一个column 啊 然后这是刚才那个index 就telemetry啊 对吧 啊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就把这个 跟tinyurl相关的全部讲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讲那个instagram的设计 啊 下次再讲 对吧 嗯 嗯 嗯 哎呀 就这帅子 对啊 我